大家好 我是阿狗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英特尔的奥腾内存 搭配M.2的PCIe转接卡 给老平台使用 当然AMD平台都可以 提升机械硬盘的纯属性能 加在这种情况下的读取数 提升使用体验 那么先给不知道的朋友说一下 奥腾是什么 知道的朋友 请直接往后面看见 什么是奥腾内存 来 准备暂停一下 明白了吗 虽然教内存 但它不是内存 然后它有16GB和32GB 两种规格 奥腾内存有什么用 机械硬盘版 读写速度感人 尤其是4K小关键的读写性能 不堪入目 但是它便宜 容量大 寿命长 让你买的机械硬盘 能够享受比肩 沙达不在的性能速度 甚至是更快 奥腾内存如何使用 奥腾内存目前是有两种普遍用法 是普遍用法 第一种 如果你是英特尔平台 你的CPU是酷瑞7代机以上 你的主板是B250 B350系列 或者是Z270 Z370系列 并至少要空出一个M.2的接口 插上奥腾 那么你就可以原生使用 进行一些简单的设置 减则要加速的机械硬盘即可 不过注意 硬盘则是必须为GPD的 系统也必须是温时的 那么第二种 就是给老平台使用 AMD平台也行 准备一个M.2的PCIe转机卡 给主板插上 在英特尔的官网 搜索CAS软件 提醒邮箱什么的 等它们给你回个邮件之后 下载并安装英特尔的CAS软件 这个软件是收费的 不过搭配英特尔的自家固态 或者是奥腾 它就是免费使用 如果你是在某宝上面买的奥腾 请直接找客服使用这个软件 会比较方便一点 由于我那个老主板的接口扩展限数 是PCIe2.0X1的 速度的话是理论双向500兆每秒 连续读写可能达不到500兆每秒 但是对于4K的话是没有问题 如果你的主板有PCIeX4的接口 那你购买PCIeX4的转接感 效果会更好一点 不多说 一起看看实际效果如何 配置的话依然是这套8年前的版U配置 系统盘是一个肉机SATA固态 使用时间比较久 目前雕塑比较严重 机械硬盘是2.5寸5400转的ETB 看测试结果表现的话速度还可以 很正常 这里从安装开始说明 直接双击运行安装全部下一步 安装成功后会出现设置界面 软件会自动识别并选取奥腾内存 下面有三种模式可以选 从上往下分别是直显模式 数据的读取写入操作奥腾和机械硬盘 都会走一遍 读取为主 一般大家日常使用的话 选这个模式就行了 第二个回显模式 读取写入全部走奥腾 几分钟后会把写入部分传给机械硬盘 好处是可以加速机械的4K写入能力 突然断电的话有数据丢失风险 如果能保证不突然断电你就开这个吧 第三个绕写模式 奥腾只缓存读的数据写入全部走机械盘 下面第一个架号是类似白名单 选取要进行加速的硬盘分区 比如我的机械盘是分成了1DQ三个盘 游戏分别放在了D盘和Q盘 那么这里可以直接选择D盘和Q盘 点击上方的add添加即可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把所有的盘都添加进去 进行一个缓存加速 再下面一个则是类似黑名单 选择的目录或文件则是不会被奥腾缓存 要删除的话直接选中地址栏 然后按键盘上的退格键就行 最左下角的话是高级选项 可以设置奥腾缓存容量上限大小 那么我这边也是方便测试选择的模式是第三种绕写模式 然后直接点击下一步稍作准备就完成设置了 注意右下角任务栏图标会变成蓝色 然后这个设置界面和刚才安装的一样 它是支持热更改三种模式 左上方的那个按钮则是控制停止和开始缓存 先跑一下硬盘测试看到奥腾确实有在工作 那么开始准备测试对比说明一下 视频后加速画面都是已经打开过几次 奥腾有过缓存的了 出于时间关系我并没有测试很多项目 简单挑了几个部分进行对比 首先是日常项目分别测试了文档 几百kp小图片 加三兆大小的大图和谷歌浏览器 由于cpu太老没有最新的指令集 谷歌浏览器虽然是秒开 但是网页的内容加载还是需要小等一下 然后是腾讯视频的软件 这屌毛软件第一次打开的时候都会卡上半天 直到登录头像显示出来才能进行界面操作 再次打开基本都是秒开 加速前后感觉速度差不多 但是第一次的话加速后确实还是快可几秒钟 游戏登录方面第一个卢瓦路 从vgame点下启动开始计算 加速后大概是40秒可以到界面进行操作 没加速则是1分40秒 快了整整一分钟太感人了 第二个是D0F 前后相差1分24秒可起可喝 第三个是刺激 只是登录的话两者相差1分13秒 跟前面成绩保持差不多 但是匹配后进游戏加载的话 体验感就极好了 匹配黑的一瞬间到加载出画面为准 奥腾加速后也就用了32秒 但是没加速的话 画面显示出来人已经在飞机上了 可谓前后对比明显 加载体验感直线上升 那么最后我还跑了一个PCMark10 软件我是安装在了机械盘里 从分数上看两者也就差个177分 但是从更下时间显示看 除了表格里面的复制余计算 前后有着接近0.6秒的提升差距 其他的启动时间基本相差就是0.1 0.2这 数据提升并不是特别明显 可能因为我的系统用的是固态版 那么测试环节就这么多 可能有朋友需要 我把奥腾加速三个模式都给跑了一遍速度测试 开头也说过了 由于我这个主板扩展只有PCIE2.0X1 能空出来插奥腾 速度是收到了一些限制 不过4K读写影响不大 如果你是X40接口转接奥腾 那么连续读写速度 应该是接近我现在的2倍速度 看完感觉怎么样 架角速度提升速度非常明显 同样是给硬盘加速的技术 不只是有英特尔的奥腾 AMD也有 叫StoreMI 它是将你的固态和你的机械硬盘进行融合 两个变成一个 热数据在固态里 冷数据在机械里 它能拿2GB内存来作为高速缓输的进行读具 以达到堪比旗舰器M.2的固态读取速度 缺点是两个硬盘换一个就无法扔盘 单独拆一个硬盘放到其他键楼上也是无法使用 你只能通过解绑操作后 才能正常的单独使用两个硬盘 当然视频开头我也说了 奥腾的普遍用法就这么两种 一是奥腾原生支持 二是搭配英特尔的CAS软件 那么非普遍用法之一就在这里 用AMD的MI捆绑英特尔的奥腾 来给机械硬盘加速 不过现在MI已经停止下载了 说要提供一个全新的版本 等它出来时我倒是也会做相关的视频 另外第三方的加速软件 也还有一个叫PmoCache 这个也很不错 收费软件 不过有曼茶版本 再就是华硕的高端主板上面 也有免费使用的硬盘加速软件 它们都差不多都是可以调用内存 当作高速缓存 以达到起飞速度级别的读取速度 而只有奥腾像个例外一样 它不能调起内存当作高速缓存 因为它重视安全性 内存断电数据就会丢失 而奥腾不会 它也有智能识别的功能 这些数据会一直保存在自己的空间里 除非你手动轻风缓存 或者是你进行了一次超大的缓存需求 全新的16G奥腾在母猫上面 价格大概是99元 如果是拆机板的则便宜一半多 340就能搞到 32GB的话目前没有全新的版本买 只能在二手头平台上面逃一逃 如果你的机械硬盘只有一两TP 买16GB的奥腾就足够了 如果你的硬盘很大 或者说你的游戏特别多 选32GB 关于老平台用奥腾和CAS搭配使用整个模式 日常使用三种模式 选第一种直显模式 有点 后期角度速度能达到奥腾的最大速度 缺点 因为是同步读写 每天读写量过大 使用奥腾寿命可能会掉的比较快 保证绝不突然断电 选第二个回血模式 有点 可以减少机械硬盘频繁读写的情况 减少损伤 缺点 断定可能会丢数据 稳求数据安全性 或者说是有频繁的下载写入操作 选第三种 只读模式 篇幅可能有点长 我已经尽量精简内容于缩子 让看的人能一次看明白 如果对你有点帮助 请给我一个赞 不给赞 点下关注也是可以的 你有什么想看的内容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说是给我私信 那么 我是二总 一个兴趣十二的玩家 我们下期再见